別連累你對我失望 無據世事變改 還是越難越愛 為你所已在期待 花開花落至少這樣貴 被甜蜜開過了數學 這個開場法雖然太行 但可能是誤若希這刻的心聲 因為他今個月19日突然在社交網絡宣布 和澳門有米男友Alex分手 好人,他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分手半年貨幣 上個月吳若希還不停和男友Alex放閃 但看吳若希私人Facebook 他在8月30日已經拋出疑似分手留言 還說有人說謊 而且做了一個決定 兩天後又說沒有了信任 最奇怪是吳若希留言的前兩天 親子王國討論區 有人以又一位女歌手有了為體 最後直指有BB的是吳若希 而當日吳若希剛好出席活動 有記者問他是否和男友夾八折結婚 他就回答 殉其自然有很多事不在預計之內 絕對不像之前逼婚的他 之後記者問他是否不排除未婚懷孕 他竟然說 對呀這個世界沒所謂 這麼大件事當然要問當事人回應 但吳若希說自己沒空先收了 助手楊小姐就說沒聽聞 我們去澳門住所和公司找過Alex 但就找不到 清官男嬸感情事 到底吳若希是不是有了 就真的他們才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